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座 謝謝 各位童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叫做盤梁華 我原來原住民 我才會說原住民 原來的土地主人 那麼我今天要說的 這個第一次 給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政上法 這個剛才鼻子鼎鼎打過 那麼我們最大聲要來的了解說 法律的台灣 在近代租款的地位有什麼變法 來做一個介紹 在一百九五年 因為日本依照 這個江歐建政之後所簽的這個 下關貼獄 就是 中國人在說的馬貼獄 幾台稱的風電 來促進台灣和平和 這個 這個 剛才有說的 譬如說我們這個 董初所簽的下關條是 英九 掛入台灣和平和 日本的田農 英九 就平不平 來 第二 來到1952年 1945年八月十五 日本田農 全部打完之後 在1955年 日本政府 依照 古金山和平條 來放棄台灣和平和平和 管轄自履權 那麼 台灣和平和主管 要再在 日本田農的手段 並不扮過 只放棄地上權 台灣和平和平和 地上的管轄自履權 那麼 領土的所有款 一樣 要在日本田農的手段 第三 目前台灣 猶原 在主要占領的管國 這個主要占領的管國 是古金山和平條 裡面的 會議 那麼 在美國軍事占領中 現在依照 台灣管理法 美國委託 由台灣 在東極 就是以前的 中華民國 這個 政權 在代理 管理台灣和平和 這是一個 國際代理關係 好 那麼 台灣有很多問題 那麼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說 到底 我們是什麼身份 我是誰 到底我們是什麼身份 什麼地位 我們是什麼國籍 我們是什麼族 我們要先搞清楚 那麼台灣 講台灣本島 這個 粉紅色的 這是高沙 原祖民的地區 那麼 平埔族就是淺黃色的這個 大部分都是在 為什麼講平埔 就是地勢都比較平坦 如果有山都是小丘陵這一點 大部分都平埔族 那麼我們高沙以前有說 九族文化村 其實不只九個族 他們現在已經 中華民國內政部有承認的 有十四族 好 那麼平埔族有哪一些呢 我們從 宜蘭開始講 宜蘭這邊有 柯瑪蘭族 所以他們有一個 柯瑪蘭客運 也是在紀念這個柯瑪蘭族 那麼 北部 台北地區 就有 凱達格蘭族 那麼 那麼 陶族廟地區 就是道卡斯族 托卡斯 那麼 中部 那個 苗栗啦 台中 彰化 還有蘭頭 雲嶺這一段 這些 有 巴塞 巴澤海族 還有 巴普拉 還有 蠻布薩 這幾個族 這裡比較複雜一點 那因為大千禧的關係 所以我比較複雜 所以我比較複雜 那麼 嘉義還有一部分雲林地區 是 洪安雅族 有的簡稱洪雅族 那麼最大的一族叫做 在安平地區 台南地區 叫做希拉雅族 那麼其實希拉雅族 它還有另外兩個支族 一個叫那個 在那個 小林村 妹村 對不起 那個 山崩把整個村莊 埋掉 那個地方的小林村 他們叫做大滿族 也是屬於希拉雅族的支族 那另外一支 在高坪地區 也是希拉雅的支族 叫做馬卡道族 這一族比較少人講 其實在謝唐廷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為了要紀念 高明地區的馬卡道族 所以他在那個 中貫鐵路旁邊 新開一條 道路 就給他取名叫做 馬卡道路 那麼 這個要記這個族 我 用一個方式講 你就會記起來 就是馬英九 卡在平礁道 火車來一撞 寶戲 這樣你就會記得 我就是馬卡道族的 那麼 我們先要了解說 到底我們是哪一個族群 你才會愛這塊土地 我們都68年來被 中國國民黨教育成 任節奏復 至尊的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是天大的錯誤 因為我們台灣人的 血液裡面的基因 85%以上 都是高砂族 或者 拼捕族的基因 中國那邊來的基因很少 是不是拼捕族 有一個 可以看出來 就是 你手把它彎起來 這裡會有一條線 這是一個象徵 這是一個象徵 另外一個 如果有的很胖 好幾圈那個 可能不算 像米其林輪胎那個 另外一個 就是你的腳掌 最邊邊小指頭 如果有裂開的 那個也是一個象徵 有 恭喜 拼捕族 也是變成說 拼捕蕃 歡迎大家來做蕃 其實蕃 大清就一直講我們是蕃 其實蕃大清的意思就是 外國的意思 好比說 你看我們很多外來的植物 蕃石柳 是外來的 蕃薯 有沒有 外來的 那個蕃 蕃薯 蕃賣 蕃薯 這個都是 都是外來的 你只要有加個蕃 就是外國的意思 那麼 大清把我們當作外國人 所以他就叫我們 北部蕃 貧蕃 貧蕃 或者是高 高沙 高沙蕃 所以我們跟他不同國 為什麼我們會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就是被強迫的 1946年1月10號 中華民國用行政命令 把所有的台灣跟澎湖的居民 通通變更國籍 這是不合乎國際法 所以美國跟英國都有發電文抗議 這個在1952年的4月28號 究竟他和平條約生效那一天 記得喔 究竟他和平已經生效了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沒有派代表去簽署這個文件 所以在美國的強力要求下 要求日本要跟中華民國簽一個和平條約 代表說兩國的戰爭結束 那麼日華台北和約 在1952年簽了以後 那麼日華台北和約的第十條 裡面講的是說什麼 就是說 所謂中華民國國民 包括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以及 以及前屬 以前就屬於在台灣的居民 台灣跟澎湖的居民 視同為中華民國國民 你注意說他用視同 視同的意思 其實本意就是 你本來不是 我暫時把你當作中華民國國民 就好像馬英九說 我把你們原住民當人看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心裡想你本來不是人 我只是把你當人看 我這真的是招太郎 那馬英九我把你當馬看 好 就是因為這樣 台灣就 在法律上比較有合法的是這個 並不是那個1946年1月10號 他那是用行政命令 這個至少還是一個條約 好那麼台灣人為什麼沒有國籍 後來變成我們秘書長 2006年10月24號去告美國政府 政府 然後 聯邦 華盛頓特區的聯邦 地方法院判決說 台灣人沒有國籍 很奇怪 這個照講 這個判決一出來 台灣要像發生大地震 奇怪沒有 因為國民黨太厲害 他們把所有的媒體都封鎖 100個人看有沒有一個人知道 有這個消息 好 台灣人沒有國籍是因為1972年 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跟中華民國斷交 這一斷交 上面這個日華台北合約就失效了 好 那麼這個失效以後 台灣人 就沒有國籍了 連中華民國國籍都沒有 那麼日本的國籍又是因為1952年 日本政府的法院宣判 台灣 取消台灣澎湖的著名的日本國國籍 這邊被取消 這邊它建交 這個台北合約又喪之失效 所以變成台灣人沒有國籍就是這樣 好 那麼台灣人的潛在國籍在哪裡 其實我們還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個國籍 只是這個國籍 因為佔落台灣的問題 地位還沒有解決 所以等於是被懸置 調起來而已 還沒有落實 那麼要如何恢復國籍 這個我們就要依照琉球返環模式 琉球在1945年4月1號 美國海軍上將 尼米茲上將 他是海軍太平洋司令的總司令 那麼 他派航空母艦戰鬥群 開始去攻佔琉球群島 把他佔領以後 馬上成立 美國海軍軍政府 然後後來 再交給美國的陸軍 成立陸軍軍政府 後來成立琉球政府 在琉球美軍政府下面 成立琉球政府 由琉球人自己管自己 然後在1969年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已經經濟比較好轉 日本政府已經有錢 就跟美軍 跟美國政府協商 說我要賠你多少錢 你才會把琉球還給我 那時候美國跟他開3億2千萬美金 好 把這筆錢繳完以後 他們在1971年就簽訂一個 琉球返環協定 然後在1972年的5月15號 依據琉球返環協定 把琉球 包括釣魚台 就返還給日本 好 那麼 當初美軍佔領琉球的時候 琉球群島裡面的居民 如果要去東京 就是日本那四個大島 北海道 九州 本州 四國這些 那是等於要出國 那要拿誰的 那個護照呢 他已經被佔領 所以不能拿日本的護照 所以是要 向美軍軍政府 他們申請 琉球的那個 旅行證件 依照那個 拿那個旅行證件 才可以離開琉球去日本 等於是出國 所以琉球當時在美軍佔領下 等於是日本國的境外 已經不屬於日本國管轄 是美軍在管轄 所以要依照琉球返環模式 台灣也要用台灣返環 就是日本政府要跟美國政府協商 看掉賠償這個戰爭在多少錢 因為當初 台灣等於是被抵押的 被美軍軍事佔領 就是你在二戰的時候 你用那個神風特工隊 把我的航空母艦集成 飛機打下來 打死我人都美國搭兵 這些都要賠償 沒有現金賠 那就把土地抵押在美軍手上 整個是這個意思 這個戰爭在你沒有父親 你沒有辦法台灣返環 那如果我們依照琉球 就是台灣返環模式 回到日本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恢復日本國籍 好 那麼國籍有分屬地主義 還有屬人主義 歐美國家 先進的國家他們都是屬人主義 不是是屬地主義 就是你只要在他那個國家的土地上面 所生下的孩子 都是那個國家的那個國籍 包括你在他的航空器 還有他的船舶上面 所生的小孩子 都是那個國家的國籍 所以很多中國人 在台灣的中國人 他們的媳婦 他們的女兒懷孕 他們就想辦法 把他送到美國去 在那邊生產 所以生下來的小孩子 就拿到美國的國籍 然後以後他們就 按照那個小孩子的國籍去依親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 他怕台灣還不是他 長治久安久留之地 他把台灣當作一個客居之地 好像睡旅館一樣 睡一睡明天可能要 換到別的地方 想辦法要拿到國外的國籍 或者是移民到國外 尤其美國、加拿大、澳洲 是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 就是他們根本 無心在台灣好好 與我們台灣人 一起打拚 是郭克沒錯 那東方大部分都是屬人主義 都是受到 中國 三千年 又戳又長的文化尋討 他們是父權主義 就是 你生下來都是歸復興 然後你不管搬到哪裡 你都是華人 所以他們移民出去的 到很多國家 他們都會集中在一個地區 叫做唐人街 China town 然後他們中國人 就是不怕日子 又鹹毛衛生 都是製造髒亂 在那邊 會賺到錢 他賺到錢以後就要 把錢 寄回老家 家鄉 要在家鄉 蓋大樓 起大霧 就是要光 要明媚 光宗耀祖 所以他們不會說 在國外 你移出去移民的地方 賺到錢會回饋當地 所以被外國人看不起 你不會融入當地 你賺的錢就是要寄回你們中國那邊去 所以你看會排華 印尼也排華 馬來西亞也排華 美國 像舊金山那邊 以前都是排華 很嚴重 那就是屬人主義的缺點 他不會認同 你在那邊生 華人的中方思想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你就是 要落葉歸根 都那種錯誤的思想 不會融入當地 都會被人家 唾棄 好 再來我們來探討 我們台灣人的血統 到底是怎麼樣 有一句話就 台語 有當三公 沒有當三罵 這看起來是對的 因為 從明朝海淨 清朝海淨 所以 當時我要來台灣的這些 大部分都是男孩子 身體比較強壯 所以女孩子 不太可能 因為要過那個 台灣的海峽 這個黑水溝 風險非常大 以前的船都比較小 小船金布里 不及台灣 海峽那個風浪 很多都翻船死掉 所以 那時候海淨 為什麼還會有 登船公來台灣 很多就是 作奸犯客的統計犯 逃避 大清的追捕 所以就 冒險逃來台灣 他 男的來 女孩子沒有來 所以沒有當三罵 聽起來好像 台灣人阿公都從中國來 大錯特錯 唐三公來這邊 來到台灣 他是流浪漢 所以有人說 有這個勒漢卡 有這句話嗎 勒漢卡就是 從中國逃亡來到台灣的 乞丐 他到處去 去乞討 晚上他就去找廟 去睡覺 那廟那個牆壁 都畫一些 羅漢 睡在那個羅漢的下面 所以叫做 羅漢卡 羅漢畫在上面 羅漢那個 浮在上面 睡在羅漢的腳的下面 所以叫做羅漢卡 那 你說當時 台灣平埔族 是母系社會 是媽媽 掌握 整個家庭的 經濟 的大權 以前 母系社會是說 以前他們說 困難 牽手 我們現在的想法 困難 就是女孩子 我們去把它牽手 是我們老婆的意思 錯誤 以前母系社會是 這個女孩子看 那個男生 體格很好 好像工作能力很強 去把它牽手 牽回來 當她的丈夫 是女生去牽手 她女生主動 因為所有的那個 主權 整個家庭的主權 就是女生在掌控 所以去牽手 牽她回來做 做 牽手 是這樣來 好 那 母系社會的 女孩子 她的權力比較大 地位比較高 她怎麼會去 找一個 樂航卡兒 來做公 有可能 很小 除非她長得像 金城武那麼帥 反正我就有錢 我只缺個漂亮公 靠長的 把他洗好穿去 山火 買得漂亮好穿 做公 靠長的做公 可能有 大部分都不可能 一個千金小姐 會去找一個乞丐 來當她的老公 困難 所以你不要想說 那麼 我們的阿公都是中國來 錯 台灣的阿公很多 只是他沒有講出來 台灣的阿公又不是都死光了 對不對 有多少貧捕族的女孩子 就差不多 以當時來講 應該也差不多 有多少男孩子 好 再來 我們探討唐三公來台灣 六死 三回頭 十個裡面 有六個死 死在台灣海峽上 平均 三個有留下來 一個又回頭 這句話回來存你 三個留下來 我們來以牡灘社事件來講 牡灘社 是日本琉球的移民 因為 颱風發生傳染 從南台灣登陸 結果被 南排灣族 排灣族有分北排灣跟南排灣 牡灘社的台灣族 給他殺害 五十多個裡面 殺了剩下十二個 十二個 被送回鳳山府城 然後轉送回去 那麼日本政府就 向大清抗議 說你 台灣的那個 你管轄了台灣的人民 殺害了我 琉球移民 那大清給他回去說 我那個地方非我所管轄 那是番外之地 非我所管轄 那 再這樣推遲責任 所以 日本又說 好 那如果是這樣不是你管轄 那我叫出兵去討伐 大清又給他回信說 伐與不伐 由貴國制裁之 你要不要去懲罰他 你們自己決定就好了 真的 日本就真的派 三千兵 那時候日本正好在明治維新 從德國學了一些 那個 德國陸軍的作戰的那個方式 找不到地方可以練兵 好 就真的派來這邊練兵 可是我們高招的那個 南排灣族也是 驍勇散戰 雖然武器輸了 日本的 他是正規軍 他有三砲 有機關槍 有正規的步槍 那我們 原祖民他只有 標槍 還有 那個單發的裂槍 還有弓箭 可是 他們很會打游擊戰 又是夜間突襲 所以打了日軍 也是蠻慘的 日軍是慘勝 好 終於敗退他們就整個就是撤退到山裡面 然後 日軍 又不太敢入山去追腳 為什麼 因為山不熟 而且 那邊文營 毒蛇什麼很多 又張力之氣 很多日本人都病倒了 都蚊子一丁的得登革熱 然後 水土部 都拉肚子 立體什麼的 恐懦都來了 結果 作戰死的不太50個 光病死的五六百個 這很慘重的損失 所以你看 以日本他們衛生 很注重衛生的人來到台灣 他因為沒有這邊的抗體 登革熱 原住民被蚊子叮都沒事 日本人一來 從來沒 日本 我去日本好幾趟都沒有蚊子 沒有蒼蠅 他們一來這邊 蚊子一叮就病倒了 所以我很懷疑 這中國人他從來沒有來到台灣 他沒有台灣的一些抗體 這三個會留下來 會活下來嗎 可能只能 三個留下來沒錯 可是 一兩年後可能只剩下一個還活下來 一個可能拉肚子就脫水就死掉了 或者登革熱 門子一叮就死掉了 所以你不要說我們都是中國的祖先移民來這裡 大錯特錯 我們都是被騙了 好這個挑過去好了 其實清朝將台灣人滿化 他用語言 還有世觀世信 連祖譜都示給我們 像我是個姓潘的 我們在高平地區 我們祖先喜歡住在那個溪水旁邊 因為要洗東西要洗澡洗衣服都比較方便 對不對 那大清的官來台灣思察 就問隨從官 當地的那個地方官 他們這些都是信什麼 什麼族群 他們都沒有信 然後他就示我們信 我就信潘 住在水邊的番 取得還滿有學問的 我這個番不錯 有水 你看下面有一個田 田上面會長米 不錯 他還示祖譜給我們 我就看我們家的祖譜 給到祖戶 然後祖戶在上去 他說是從福建來的 他只講說從福建來 還沒有講說福建的哪一省 讓你沒得考 考據 所以陳水扁 謝唐廷他們說要回去 找他們的祖先 找不到 通通是貧捕族的 光看阿扁那個膚色 他那個樣是 很道地的西拉雅族 不要給我騙 所以他用語文 清調的人來 他就兩個官方語言 一個是 如果福建那邊就閩南化 那廣東來的就講客家話 那他們派來的官 要有通義 要翻譯官 他就找我們當地人來訓練 你來學我們的客家話 或者學我的福老化 然後你學會了會翻譯以後 給你升官 給比較好的薪水 比較好的福利 台灣人當然也有上進的心 誰去當翻譯官以後 他們家庭的生活改善了 也可以穿官服什麼的 有什麼配給 有什麼權威 權利 台灣人就跟 很多人都學 客家話 學閩南語 學到後來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本來自己的語言 族語都不見了 通通去學閩南話 學客家話去 好 本來我們客家話 閩南話都學會了 我都會講 台語我都會講 好啦 國民黨來 68年交下來 通通強制我們要講北京話 就所謂他們說的國語 小時候我沒錢 經常講方言就被 立法 不是掛狗牌 就我說方言 這真的很傷我們台灣人的自尊心 我講我母親 講我阿嬤的話 會被處罰 那是不是我們小孩子就會恨 媽媽的話 恨阿嬤的話 變成跟媽媽跟阿嬤對立 然後 沒錢 有時候他不是掛 第一次掛狗牌 第二次可能要罰錢 沒錢罰的時候 就是罰 那 舉椅子 還有舉水桶 有沒有那個小水桶 我們灑水那個小 掃地要那個水桶 可是我們那隻小水桶怎麼舉得住 上面還要給你裝水呢 你沒有力的話就 把自己倒的全身都撕掉 這樣糟蹋我們台灣幼小的心靈 從這裡 為了我們台灣的老一輩子 就是祖先 為了要上進 所以去學了他們的語言 又被他們的視性 所以造成台灣人 放棄自己的語言 你現在 不是說你講台語就是台灣人 或者你講閩南語就是閩南人 都不是 其實我們都是道地的平補族 只是被 滿話 被漢話 當然 日本時期 日本人也把我們台灣人華民話 你看我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 他們受到日本教育 他們同學來 他們就都講日語 對不對 只花50年 就把我們的上一代 很多人都會講日本話 中國人來台灣已經68年了 我們現在那些幼稚園 或者小些大概三年級以下 他們去幼稚園 去學校 通通講北京話 回到家裡 看卡通 也是北京話 所以你阿嬤要跟小孩子講 很難溝通 阿嬤 口語也講不標準 都要講到滴滴滴滴 很蠻可憐的 所以 可以用強制的手段 把我們的語言改變掉 日本來 我們 我爸爸媽媽變成講日語 他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小孩子 會講台語很少 OK 好 戰敗國的人民 都需要離開台灣 所以也保存了台灣人 有80%以上原祖民的血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 河南人 被民政王朝打敗 河南人 他只有兩千多名 在那個 熱浙南城 那麼 鄭成功那時候 兩萬五千人 來包圍他 沒有辦法攻下來 所以就只好屯田 他在那個熱浙南城 從外面就開始種番組 種稻子 長期抗戰 那麼城裡面的河南人 到後來 糧食吃完 可以說彈盡糧絕的時候 就只好投降 可是至少 你說以比例來講 等於說河南人是1比10 也是打了 要整半年才投降 所以鄭成功也沒有說 打勝得很光彩 好 河南人被 民政王朝打敗以後 河南人那兩千多人 就撤退了 沒有留下多少河南人下來 的基因 沒有 好 鄭治王朝又被大清帝國 因為師郎的關係 引清兵來攻打 師郎叛變 所以鄭治王朝又被消滅 殺了 該殺了就殺完了 沒有殺完了逃到深山裡面去了 剩下被俘虜的 通通抓回大清帝國 全部遣送回國 連骨頭都挖回去 因為人全送回去以後他們又發現 那些埋葬在台灣的那些 鄭成功的那些高官 那骨頭也要挖回去 在挖的時候我們台灣人就去問 不是已經入土為安了 為什麼還要把他的骨頭挖起來 大清的人騙說 這些人都是從中國來的 這些人要落葉歸根 把他的骨頭送回去 用那個蟲裝起來 送回到中國以後 放在他們家鄉 讓他們的子孫祭拜 才會保佑他們的家族 會興旺 會賺錢 削骨就是這樣來 台灣人就學了 大家一段時間後 要再叫地理師來看一看 孫祭 開肚子搖出來 挖一肚 挖一肚就這樣來 其實 你想想 大清帝國 看待這些骨頭是 這些都是 叛臣截子啊 都是叛亂團體啊 他有可能 那些好心 叫一聲 會再拿去 到台灣那些都牽牽下去了 那個 不要說對中國人說有些好心 不要想 好 那麼大清帝國 假如戰爭 被日本打敗 在那個下彎條會簽訂裡面有一條 日本縣 就是讓 住在台灣跟澎湖的大清的子民 有兩年的思考期 你這兩年 你可以思考你還要不要留下來 你如果不留下來 你可以變賣你所有的家產 離開台灣跟澎湖 你要回去大清也好 你要移民到其他國家 這兩年隨便你 但是兩年到你沒有離開 我就把你當成大日本的臣民來看待 是這樣子 好 所以到後來日本人來的時候 台灣只剩下八千多個 是大清的人民 但是他們是在這邊做生意的 不是真的要在這邊住下來 他們是為了做生意 才留下來 好 那麼大日本帝國被美國打敗 當時候1945年8月15號 那時候在台灣的 日本的軍公教人員 包括他的眷屬 大概有三十幾萬人 通通被蔣介石要求 遣送回日本本土 所以你看 所有的 佔領過台灣的這些 通通 一直到大日本帝國 這些通通要回去 好 那麼中華民國 所以說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掌政權以後 美軍會先進來 然後把中華民國的政權 一個一個 叫他移交出來 我們是向美國接政權 我們不是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所以不會打仗 有一個美國的老大哥在這邊 先把 比如說內政部你交出來 交出來後交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這樣 我們沒有直接跟他衝突 所以放心 他們也要離開了 很快 所以 這些會在台灣留下基因的都很少 所以我們可以保值 百分之八足以上 的本土 高砂或者拼補族的血統 那麼現在科技很發達 可以用DNA的檢驗方式 你只要花一萬塊 在北部你可以去 馬接醫院的 李瑪麗醫院 李瑪麗醫師 他是專門研究台灣人的DNA 花一萬塊 你就可以找那個DNA的定序 看你有 多少基因是高砂 多少基因是拼補素 或者多少是河南人的血統 好 那麼有一個 台南有一個教授叫李曉峰教授 他也是 這個歷史教授 很有名 那麼 他小時候頭髮捲捲的 就又黑黑的 他都被人家稱呼說 偶印斗阿 他就很奇怪 一直 不曉得什麼原因 為什麼他會被叫偶印斗阿 他長的樣子就有點印度的血統的感覺 好 一直到李瑪麗有這個DNA 那個電腦分析這個技術以後 他就去檢驗 結果真的他有印度人的血統 好 然後他就追查 追查歷史 原來荷蘭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來這邊是主要是做貿易 就是要利用台灣的那個資源 一個是鹿皮 一個是要甘蔗 種甘蔗要做那個黑糖 好 那你要耕作 種甘蔗要離那個溝 然後可以種那個甘蔗的種苗 那 台灣的牛 可能荷蘭人用不慣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從印度引進那個黃牛 恰骨阿 黃牛 不是我們黑色那個水牛 引進來 因為那個對他們來講 可能比較 駕駛習慣 好 那要引進那些牛 需要印度人 壓那些牛 沿路在海上 船上就要餵他飼料 沿路這樣跟過來 包括來到台灣 讓他繼續 就是母牛也可以生產小牛 公牛 都是要繼續養他們 然後 一直傳很多那個子牛下來 那些印度人 就是可能 調到他們的 舟台 這樣傳下來 才有印度的基因 是這樣 他追查到後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要 任節作物 以為我們祖先都是中國來的 大錯特錯 那就是人家作老爺 日治時期 台灣人的戶口藤本 為什麼 現在會有很多的黑塊 這個 你注意看 日本時代的那個 戶口民部裡面 那個戶籍藤本裡面 原來所登記的 國民黨來以後都給你塗黑掉 什麼原因 他不要讓你知道 你的身世 日本人做事情 非常的踏實 真的是 很丁真 台語說很丁真 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鋼筆 就是用毛筆寫的 你注意看 那麼 其實這些黑黑色的 很多都去注明 你如果 會講 福老話 何樂為 他給你寫個福 你會講客家話的 他給你寫個廣 福跟廣 你不要以為說 這樣我們祖先就是從福建來 或者廣東來 錯 那代表是說 你們的祖先已經忘記你的族語 只剩下會講廣東話 或者講福建話 所以他跟你寫這樣 好 那你如果還會講 高山原住民的話 他是給你寫個 生 翻的 那個生 那會講平補族的 他也給你寫個熟 熟翻 翻還有分生的跟熟的 好 這就是國民黨要我們 不知道自己的身分 日本人是照誠實登錄 你會講福建話 他給你寫個福 那你已經忘記 你都不會講原來你的族語了 他只好跟你寫福 那你如果還會講高山的話 他就給你寫個生 會講平補族的就給你寫熟 熟翻 生翻這樣 好 我們國家民族錯誤的認同 我們都是錯把中華民國當作我國 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然後我就 很多台灣人是不是這樣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宋主義說 我是台灣人 你也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在宋主義說 好 那麼 要怎麼這樣說 我是人也是狗 好 我是台灣人也是狗 那個 中國人 整個人說 我是人也是狗 好 這我們來看 2000公佩年 馬英九剛選到總統 聽彈文林來台灣 來台灣做例子 你看喔 馬英九規定 從機場到台北市 都不能有中華民國的車輪起出現 所以他就派警察出去搜查 有看到的就 把他搶下來 有的甚至折斷 還丟在垃圾桶 咦 中華民國都不要了 那個 他們所謂的國旗 我們台灣綠軍的 哇 還去拿中華民國國旗在電 去捍衛中華民國 所以要捍衛中華民國 那就已經任節祝福 他們就不來了 我們國家人 動作補給他捍衛中華民國 電腦有五五千個機 中華民國派警察去捍 怕滾滾去搖 把它捍衛 還是用刀刮刮 這是他們老闆 馬英九的老闆的旗子 他怎麼可以 可以讓綠軍的去把它破壞 所以派警察去保護 然後派警察去把中華民國國旗 沿路有看到都是沒收 搶下來 丟垃圾桶 台灣人不會學著 也是收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丟垃圾桶 反而在捍衛中華民國 這經常有 好 那麼再來我們用倫敦奧運會 2012年的時候 在倫敦 本來倫敦的奧會 有準備中華民國的策倫旗擺在這裡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以後 就被拆下來 台灣人 又去那邊 又在捍衛中華民國國旗 有沒有 這是國民黨教育成功 還有 這樣叫做愛台灣 三太子是最有台灣味的 這是台灣發明的 他們也在倫敦在發車輪旗 一些小台灣人 被教育成 變成中國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每次選舉 總統大選都會選輸 就是有一半以上的 2300萬 扣掉差不多300萬的中國人 其他2000萬的台灣人 有一半1000萬 被教育成說他是認同中國 認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投票 那1000加300 就1300萬 那我們這1000萬 永遠就選不贏他 除非說 像陳瑞本 宋主義連戰友 分開的時候 才會贏 好 那國家認同錯誤的始作俑者 我們看一下 這個中華民國民進黨 的台灣前途捷運 這1999年的時候發布的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有吃東西嗎 這很爛耶 真正被他學法律的 他這個看不懂嗎 李登輝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還可以看到說 他本來不是在台灣 是從別的地方流亡在台灣 所以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還可以看到流亡的痕跡 等於說台灣跟中國是不同國 他是從別的地方來的 你給他弄這樣子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等於說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等於修上 本來主權跟中華民國 那你給他說主權獨立 然後又是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就等於把台灣 連賣都沒有喔 就直接送了 你說賣個好價錢 我們還心甘情諒一點 用送的 你看這可不可惡 頭腦是不是不清楚 好 那麼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 民進黨的前主席 她也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這個跟他們差不多一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也是一樣用送的 連賣都不用賣 好 再來我們來改正一下 我們很多 平常講話的一些 原始錯誤的地方 我們來檢討一下 很多說 哇 中國有多生人 這句 不對 過去我們聽到關係關係 人家都對 其實這是很大的不對 因為 台灣我家分只有兩種人 一個是奔土的台灣人 就是日本時代 一句 四五年八二十五 日本天皇 台灣那天 我們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包括他所有生人 這些人 都叫做奔土台灣人 因為那天 台灣一天 台灣沒有中國人來 只有奔土台灣人一種 第二種就是村的 都叫做外國人 所以你不要跟中國人 跟他說多少 要跟他說什麼 中國人 對 因為你如果說外國人 我們就叫做本性 然後我們算他 變成中國一性 這樣就不對了 對不對 這樣就負責剛才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一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變成他的一部分 好 再來 我們不能說全性 要怎麼說 全國 台灣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也不能說全國 全台灣 對 要說全台灣 你如果說全性 我們也是人的一性 對不對 好 再來 不要說我們要說那邊就是大陸 對 要說中國 因為你如果說大陸 你說 世界大陸 你在打開看 有六個大陸 北美洲大陸 南美洲大陸 澳洲大陸 非洲大陸 歐洲大陸 亞洲大陸 有六個大陸 你在說大陸是哪一個大陸 這語意不詳 要說那個國家 叫做中國 那你說大陸 我們變 台灣小島 我們變小島 你怎麼逼死人 大陸入大 我們就叫小島 我們逼死人 好 生島 對 要怎麼稱呼 台灣大島 幾山 台灣不是說 所以不能說國島 好 來 國民黨 一台 就是台青 中國人 比較寒 台一山 這是日本人來 所說的就是台一山 台青帝國 關台灣關 兩百十二年 兩百十二年 你如果那時候 差不多十六歲就算一台 要二十幾台 不知道由雞人到屏東 這樣給我 開一條 總管山 日本人 來 不夠十年 一九九五年 就把台一山 開通了 就由雞人一直開到屏東 到鄉村去 就是總管山 我告訴你台一山 普及做 因為 台青就沒有那個技術嘛 沒有那個比較先進的技術 所以可以 像是瀏水桂 還是 台下桂 大條桂 它不會開 過 所以都長 長 所以不會 整個台灣 還是縱貫線 所以要說台一山 不能說生土 說生土也沒法生 因為你開車都要加油 不是說加水 說會怕 你說生土 這樣我就同意 也是要花錢加油 沒法生 好 再說偷渡課 對 偷渡犯 對啦 偷渡犯 偷渡是犯法的 你進去一個國家 偷渡 偷渡犯 反罪 如果偷渡都可以叫做課 如果小偷來跟你們家頭的名字 人家你來 變小偷課 刑事犯罪 都可以叫做刑事課 所以邏輯不通 叫做偷渡犯 好 這我們要記 如果我們不能說外省 還不能說大陸 我們如果說這句 我們要花一百塊 所以剛開始發一段 大家都主動都解決 好 我們來分聽說 美國前國務卿 鮑威爾 以前是第一次 鮑灣戰爭的指揮官 後來做到美國國務院 那位國務卿 他說台灣跟中華美國都不是國家 這個在2004年 10月25港 他說中華美國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沒有享有國家主權 是什麼原因 這等一下會說 因為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 這剛才跟當初那個旅客一樣 那個美軍占領是 琉球是日本的境外 所以琉球人要回去 日本本土 不是拿日本的護照 要拿美軍所法的旅行證件 你說美國人 要來台灣 他也要拿美國的護照來台灣 好 這個國內是因為台灣管理法 是國內法 雖然是台灣是美國的境外 但是他用一個國內法 來在管台灣 所以我就合作境外的國內 美國擁有台灣的管轄自治權 但是他受款給台灣 在於當局 代理 管理中 好 國家有認定的標準 我們有四項 我們來探討看看 有四項 第一要有領土 第二要有人口 第三要有政府 第二要有外交款 好 這四項我們來看看 台灣如果是國家 台灣國要有領土 但是台灣這個領土 是日本天皇 我們現在這個人口 不好意思 我們是大日本臣民 有人說 有啊 我們現在有政府 這個政府叫做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 也不是在台灣政府 有啊 我們有高級三個小朋友的國家 上個再碰上一個 上個再碰上那什麼 我又不記得 大家怎麼會記得 甘比仔 對 現在 說今天要去 去那些 什麼小國家的訪問 什麼不吉納法首 那些都很奇怪的名字 我都不想要念 普林西比 還有什麼 密克羅尼西亞 那些都很難得 好 他都去搞那些小國家 不好意思 你說台灣國有外交官 不好意思 你把那個 建交公報拿來看 都是中華民國 去負責 不是在台灣國去負責 所以台灣國 沒有這四行 所以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 是 包括有說 台灣 不想要 國家主權 好 所以台灣不是國家 這是確定的 好 有人說 我們都拜官公 拜媽祖 所以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都用漢字 所以我們都是中國人 如果這個邏輯會通 如果這個邏輯會通 這樣如果 拜佛的 都印度人 還是社長人 如果邏輯會通 如果信牙說 都以色列人 還是美國人 所以這個邏輯不通 我們都用漢字 通常韓國也是用漢字 他們以前那個首都叫漢字 所以這個邏輯不通 好 為什麼我們要生日台灣民政府 這個我們以日本的理由來做的 日本就是 美軍這麼多之後 他們生日理由政府的觀念是說 因為 這個國內的建政法也有規定 因為 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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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議員 藏在美軍不一樣 日本人說是議 你美軍說可以議 你只開車 也不一樣 美國韓國瑜倒邊 他是 右邊去左邊回來 日本韓國瑜是很平 他是左邊去 右邊回來 如果這樣 每天不時也在收攏 攏來 還未通 就很快而已 所以 美國軍政府就要找當地的士生 要親美的 聽美軍的話 做一個當地自己的流球政府 他們裡面也有三款分立 也有行政立法司法都有 好 所以 但是他們的 立法機關所立的法 要送給 美國軍政府 深夜 看過 如果沒有影響 傷害 美國軍政府的利益 他讓你照例實施 這是美國的高權 最高權力 他有最後的審查權 好 那麼 如果施行之後 有發言說 有問題 有 想到美國的利益 他可以把這個條文作廢 取消掉 他有這個最高權力 好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日本人來關閉日本人 這樣就比較沒問題 這是這個原因 現在 我們 林志生秘書長 各美國之後 各個 罪了 罪了 好 那麼 美國 政府代表 他們的國文院代表 出來的律師 所有人請到 跟其他人看來燒 到最高法年的時候 你知道說 到最高法年 後面沒人拿 這樣 隔天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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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年 後面一定要贏 所以 這在上我們最主席到國庭法庭 美國的國民就出來說放棄抗辯權 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們過去共同 因為美國還沒準備好 我們台灣民進府也還沒準備好 所以不要等美國最高法庭 如果今天碰到台灣是美國軍事占領的 美國要扶起戰地政務 美國要派人來準備佈局 如果剛才阿共和阿共不太這樣 台灣就很亂 所以他們先宣佈放棄抗辯權 美國國安部在中國授兵 攬南韓演習、攬日本演習、攬非日兵演習 包括以前的廁所北越 南北越戰爭建成美軍 四五萬人在那裡 現在也蓋在演習 以前宣佈現在聯合軍事演習 就是要圍堵中國 這如果都分聯合 機師傳好 肌肉都聯合了 如果要再要求最高法院選擇 再提審 把我們的案子拿出來 現在是代審 現在就是暫時沒有拿出來 他說比如說 政府可能今年也拿出來 美國差不多準備好了 他不能讓中國一直供到美國刺不住 你看像現在為什麼 美國會放任安倍軍戰 要擴張他的軍力 要修改他的和平憲法 就是美國發現說 中國一直大 大隻起來 日本 美國經常把他刺掉 沒辦法讓他住 現在美國幫手 開始要讓他住 他要找一個代理人 後來如果要打 先讓日本跟他打 要把日本搶給大 我怎麼讓大隻大隻起來 要打中國 好 這個考驗案 做一個感動介紹 在2008年 3月18日 聯邦的電影反應 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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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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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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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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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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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People of Taiwan 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人民 就是奔土台灣人 那如果People on Taiwan 就包括中國人 只要你住在台灣朋友 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都叫做People on Taiwan 這是 People on Taiwan這句話是 台灣關係法裡面所用的元素 就是說台灣管理法 是保護住在台灣頂管的人和人 包括中國人 所以我們很反對台灣關係法 所以如果 我們台灣民進府這件 要求美國要把台灣關係法 凍結起來 不要說廢除 你把它凍結就好了 要回歸到究竟和平條的 因為究竟和平條的 現在開始在保護我們奔土台灣人 好 他說 電話你只能這樣 碰這樣 叫我們再上手 好 這個剛才說過 8月 1945年8月25 那個時間點 日本國際的台灣人 跟他的 後台 都奔土台灣人 外國的中國人都要不來 好 再來到2009年的修圍切齒 美國的聯邦 各頂法院 監察 台灣人沒有國際普遍成人的政府 就現在這個政府 國際上沒有普遍成人 只有20幾個小國家成人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聯合當中 這幾個有人說 沒有 看現在都不錯 我後車 後車 但是以後米的標準 台灣人 心裡還有小警總 很多人自己不敢說出來 還有自我壓抑 就像我們現在在看 20年前我們在看中國 中國那些很濃厚的國家 三批批 那是米線我那些壞 又沒有言論自由 像我們現在在看北韓 也差不多這樣 他現在在看 生活在政治戀儀當中 一樣 那他後面說在看我們 我們也在生活在政治戀儀當中 好 我們再去到這個範圍 在2009年的修圍切齒 他的聯邦罪惡法 有修理本案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前後 第一次向美日 太平洋戰爭的政客 這個美國 他的聯邦罪惡法 依照國際法 依照國際法 依照國際的戰爭法 各國金山和平條約 跟美國憲法所提出的個手 跟我們修圍 跟我們修圍 我們在2006年10月2日 剛才提案 他跟美國修圍 美國聯邦的電話 他跟我們修圍 比書廠就跟我們說 這樣我們贏了一半 去也贏了一半 我們奉養到了 我們修圍到了 我們修圍到了 因為怎樣 跟我們修圍 就標示說 美國對台灣有修圍的管轄權 如果有修圍管轄權 其他台灣都有 不然我們為什麼不去更英國 不去更法國 更索連 他要跟我們修圍 就不是一貫 他要跟他修圍 那麼到2008年的 沒有2008年的 本來美國政府的代表 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這個放棄抗辯權 就代表說 美國政府 放棄抗辯權 表示原告 就是我們全體本土台灣人 在原告 對美國政府所有的告訴 的敘述及法理見解 完全正確 國務院全部 確認 我們都告對了 也講對了 理由都對 所以到隔月 不到一個多月 在10月5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布 擱置本案 代審 就等待我們 民政府準備好 或者美國政府 或者美國國防部都準備好了 到時候他還要再提出來審 法院 法院 要求今後 要依法 正確行事 要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來行事 我們要回到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才是保護台灣人 這是歷史的原點 當時 只是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權 我們如果遵照舊金山和平 以後 依照琉球 台灣返環模式 回到日本 那我們 地位 國際地位 台灣國際地位 就可以正常化 好 那麼 2010年的7月4號 經過跟美方協商 台灣民主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掛牌運作 你注意看這個7月4號 很有意思 菲律賓當初 在1946年7月4號 是美國的協助之下 讓菲律賓獨立 所以菲律賓的國際地位 是跟美國同一天 好 那我們掛牌也是早這一天 也是美國國際地位 這很有意願 好 然後你看這個9月8號 金山王協調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 四季飯店 這個四季飯店很有名 美國立國200多年 有一些重大的 那個政治事件 新聞發布會 就是記者會 都在這邊舉行 那時候有美國國務院 國防部 他們都有派人來參加 OK 這是四季飯店裡面 這是我們的主席 他們參加 OK 你看他選這個9月8號 9月8號是什麼日期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的日期 時間關係可能要快一點 好 那我們在2011年的1月25號 完成台灣公平權力法案的草案 已經送給 我們有送 美國送三次才通過 第一次送去一個禮拜就被推薦 就是還有不完備 好 第二次送去又被推薦 就修改 第三次送才 美國才同意 所以 我們有這個台灣公民權力法案 作為 核發本土台灣公民身份證的 還有履行證件的法員 要有這個 這個權力法案 當作法員 我們才可以發行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好 來講 我們2011年 就是3年前 第一次 去日本 進國神社 向日本進國神社 39,100名台灣英靈舉行衛林祭 這是我們去那邊拍了一個紀念照 好 我們去的時候是被用政府的規格 去招待 一般日本人 都是在前殿這裡 就是鞠躬 拍兩個時候 這樣就算 祭拜完畢 就回頭 我們是被邀請到中殿去祭拜 還有去讀那些衛林的那個紀念文 還有高殺原住民 在那邊跳戰舞 給那些陰影 看 然後又到最裡面的內殿去 那是 只有內閣的成員 才會去的地方 好 然後 12月23號 去日本天皇的皇居 去跟天皇祝壽他的78歲聖誕 那時候皇居首次同時出現日本國旗 還有台灣民政務的棋子 而且我們是排在最前面 我們前面的隊伍大概只有 近百個日本皇族的尊王派的人 排在我們前面 我們是等著第二 第二個隊伍 而且我們隊伍是最龐大 150個 好幾百年來 頭一次日本的皇宮可以 除了日晚旗以外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務旗 連續三年我們這個旗子都出現 而且每一次去都是排在最前面 我那時候去離這個天皇 大概只有40公尺 非常近 我非常抑鬱 我們可以被日本警司廳引導 每次都是最前面 好 那麼 那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未來會怎麼辦 要怎麼辦 他的陸海空三軍的司令部已經被裁撤了 已經沒有司令部了 沒有空軍司令部了 沒有海軍司令部 現在都改成指揮部 只能稱指揮部 指揮部可以說等於說是外派的 司令部是坐鎮在後方在擬定作戰策略的 那麼現在等於司令部是在美國太平洋總司令的手中 由他在發號指令 在擬定戰略 好 現在的兵力有21萬5000 到最後要今年到只剩下12萬人 可能到最後 民政黨執政以後就沒有了 這些都會可能會變成智慧隊 好 那麼 由美國軍事政府進入台灣以後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人員 要撤離到金門、馬祖還有福建的平潭島 福建那個平潭島 它是福建最大的一個島嶼 那麼 這是美國跟中國協商好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不太胖 他知道 如果這些中華民國 在台灣已經有68年的這些人 都已經收到你美國美式的民主 法治人權的教育方式的人 你通通給我回到中國那二十幾個省份去 都是變成自由的總名 到處戰風點火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會管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你集中看管 就是在一個集中營叫做平潭島 你不要去金門、馬祖的 要回中國的 通通先來這裡 集中看管 考核 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忠誠都OK的話 可能才會可以開放那裡 回去你的家鄉 要不然就永遠就住在那個島嶼 好 而且 2011年的11月30號 海峽號平潭到台中港 航線鎖航 航程只有三個小時 有沒有 這是 那個 他們叫做飛船 好 然後 去年的10月10號 海峽要平南到台北港鎖 台北港就是在巴黎那個台北港 航程只有兩個半小時 好 那這個船 可以裝在240 輛的小顆車 大概可以裝做760名的旅客 這個去年的估計運量 可以達到18萬人次 而且他們聯合報的系統 他們自己報導 他說台北港雖然比較慢開港 開航 可是他的運量會比台中港多 為什麼 中國城嘛 台北縣市 台北地區都是 那時候中國 逃難來台灣都是先從基隆港登岸的比較多 所以都住在北部 所以從台北港去天南的會比較多 行業比較好 也比較緊 好 那麼想說美國說 台獨代表戰爭 以前我們聽到台獨代表戰爭 我們都想說 啊 一定是阿公也要跟我們打 其實不是喔 是日本 是美國要打我們 這是美國前國務卿 副國務卿佐力克 他講的 他說 這個佐力克說 在美國國會的那個眾議院的國際關係委員會裡面的聽證會 明確表示 讓我清楚的說 台灣獨立就是戰爭 這作為副國務卿一級的美國主要官員 如此率直的 把台獨與戰爭直接緊密的掛鉤 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 我們再看他 他說 這是因為 讓我把話說白 獨立意味著戰爭 而這意味著 美國要出動 陸海空軍還有海軍陸戰隊 四大軍種 來打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還有兩個主人 一個是擁有土地所有權壯的日本天皇 那麼因為二戰打敗的關係 所以這個權壯等於是抵押在美國手中 這是戰爭債 你還沒有拿錢來贖回去 現在這塊管轄權 等於是在我美國手上 那你要給我獨立出去都不用來問我 你如果要買台灣這塊土地 你要來先把 好比說我們把一塊土地去跟伊朗借錢 那等於他是債權人 那你沒有拿錢去還銀行 你又要把這塊土地拿去賣給另外第二個人 那銀行當然不准 銀行一定跟他拚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說日本日暑天皇的土地 暫時因為戰爭的關係 抵押在美國手中 那你要給他獨立出去 美國當然要先跟你打 這是我的資產 你還沒有拿錢來贖回去 你憑什麼台灣人有什麼權利 所以這兩個老闆 你一定要都先跟他溝通好 好 先讓我們回 像台灣反環模式 像琉球反環模式 先回到日本 然後 台灣要獨立 有五個步驟 這是高級班我才會講 現在就不要再講到那邊去 台灣人就是一下子就跳到最後面那一步 就要公投獨立了 所以美國當然就第一個 不讓你公投也不讓你獨立 這就是美國 握有台灣的這個權柄在 所以他才有權利可以 講台灣不可以公投 台灣不可以獨立 你有聽過其他國家有 對台灣支持點點 你不可以公投 你不可以獨立嗎 沒有 美國說台灣不可以公投 有兩個原因 就是剛剛那個是第一個原因 好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台灣68年來被 中國國民黨 洗腦洗得 變成大部分都是自製的 你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所以每次大選我們會選輸 所以你把2008年 那時候馬英九跟謝唐廷 再選總統 你看謝唐廷輸200萬 好 台灣人是佔85%的人口 中國人不達15% 我們85%的台灣人 竟然選輸 不達15%的中國人馬英九 2012年 哇 那個小英 生事那麼好 三隻小鴨 三隻小豬 現在那個黃色小鴨 好 三隻小豬那麼 氣勢如紅 像說我們而已 結果我們還是輸了80萬票 所以為什麼美國會擔心害怕 你如果把這兩次總統選舉 因為馬英九是統派 你把它當作統讀公投 好 我們這兩次都輸 還輸得蠻慘的 所以美國會怕 趕快把你們抖 叫阿扁不能辦公道 好 就是這樣 好 那麼美國為什麼要叫我們台灣民眾 要訓練4000名人員 還有核發40億萬分的台灣政府身份證 基本上就是說 像當初 中國政權來台灣 他們大概只派1000個人 而且那1000個人 水準撐車不起 像 不是制的也可以當國小老師 還有 從來沒有坐過火車的 也當鐵輸局的副局長 從來沒有看日本的智堂灰色堂場 怎麼智堂 也拍他來當堂長 他還去那個台南有一個鹽水 放風泡那個鹽水 鹽水有一個制堂場 他們中文人也來 他又罵他媽的 日本鬼子還真厲害 鹽水可以制堂 鹽水制堂場 他以為是用海水做堂 他真的被打敗了 還有那個堂場 那個廠長 反正沒事就出去懸逛 看 甘蔗怎麼都 他看大部分的甘蔗 長大以後都長在那個 拱上 零定 可是他看那個 女工他們在種甘蔗 都放在水鍋 那個鍋底下 他就罵 說你們都不懂事 怎麼把那個 這個種苗都放在溝底 他不知道他是要先放在溝底 灌溉才會好灌溉 水是在滴的地方流動 等他長根下去以後 再用牛把那個土翻 把它蓋起來 他說 兩邊蓋起來就變成 以後長出來就長在那個拱上面 他不懂 他就罵亂罵 台灣人也不曉 因為他的香音很重 聽不懂他在罵什麼 後來還知道 小孩坐辦公室 這就沒事 出來 大家不知道要怎麼靜 那麼 當初就是 中國人派一千人 那時候台灣有六百萬人口 現在台灣大概有兩千三百萬 差不多四倍 所以美國要求我們要訓練 大概四千個人 來當接受人員 這些人至少你要受過訓 知道台灣的地位 知道你自己台灣人的身份 你才不會又要心向中國 這是原因之一 那發這個台灣的政府身份證 這就是要把台灣人跟中國人 切分開 我們那個身份證上面會有分類 本土台灣人你才可以拿到分類class 是TW 就是本土台灣人 那你如果中國人來申請 你可以拿到的身份證是 CE CE CE是Chinese E是XI 就是流亡 就是難民的意思 他拿的是 等於說是難民證 然後 有TW身份證的人 才有資格在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來當公教人員 原來那些中國人在公交機關 公交機構 通常要遣送 遣散 就是慢慢我們慢慢地補 有適當的人也就地補 他們慢慢 給他遣散 好 那 只有TW身份的人才可以參選 包括被選舉 包括去投票權 那 西伊的身份的人 沒有選舉權 不能參選 不能去投票 所以以後也沒有藍綠對抗 都是台灣人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要怎麼做 好 都是我們自己 來決定 是自制 好 這是美國 要我們這樣做的關係 好 那麼再來講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法理依據還有跡象 很多人都說我沒有看到美軍佔領台灣 沒有看到美軍的支付 好 那我們現在依法理依據來看一下 好 麥克阿斯一般的命令第一號 這是由美國參謀聯繫會議所擬定 在1945年的8月17號 由杜倫文總統核准 然後授權麥克阿斯將軍 在1945年9月2號 在日本的東京灣 海外的那個秘書旅舰上面 簽壽祥典禮 那天發布 命令蔣介石代表盟軍接受在台灣 日本軍的投降 把他們武器繳械 這是依據這個法理的命令 命令蔣介石 你看是用命令 因為杜倫文總統是盟軍統帥 麥克阿斯將軍他是太平洋戰區的統帥 蔣介石他是中國戰區的統帥 那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你要清楚 所以蔣介石從來沒有派一架飛機來轟炸台灣 或者是有一艘船艦開到台灣海峽 開炮打台灣 沒有 所以整個攻打台灣都是美軍 所以他命令蔣介石來只是代理盟軍 因為那時候兩顆原子彈一丟下去 所以日本天啊 哇糟糕 這一下就死好幾十萬日本人 那美國不曉得還有多少顆 通通拿來丟我大和民族就滅亡了 就絕子絕孫了 所以趕快宣布投降 這一投降 美國會驚慌失處 我們沒有那麼多美軍可以派去佔領 日軍佔領那麼大的地區 新加坡也要去佔領 越南也要去佔領 還有泰國 印尼 那個泰明亞很多小島 都要美軍去佔領 哪有那麼多美軍 所以台灣澎湖就近委託蔣介石派部隊來代替他佔領 那只是代替了而已 那麼因為美國是日本台灣的政務者 所以他才有權力來分配盲軍佔領區 好比說我分配北緯三支八度縣一北 包括中國的東北地區 是向蘇聯軍的遠東軍區司令來投降 他前面有掛個國家的名號蘇聯 好 北緯十六度以北 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 還有台灣澎湖 向蔣介石 將軍 那個那時候叫元帥來投降 前面沒有掛中華民國 你注意他沒有掛中華民國 因為那時候誰要代表中國還搞不清楚 所以不可以用中國這個名號 因為中國那時候有四個政府 一個重慶的蔣介石政府 一個延安的毛澤東政府 一個南京的汪精衛政府 一個滿洲國的政府 你要誰代表 所以這四個都不能代表中國 所以只好說用蔣介石元帥 沒有用中華民國蔣介石將軍 沒有 這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好 再來一個條文 就是依照舊金山和平條A的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治理權 那麼確認 那麼確認第二十三條A 確認美國對日本為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這個日本當然就包括日俗台灣 所以 美軍佔領台灣是依據 軍軍山和平條約 還有麥克拉斯的命令 但是只是都是委託中華民國在執行 好 那麼對日合約的擬定 還有要跟五十一個同盟國來協商 這是杜勒斯在主導及分配 這個杜勒斯是後來做到美國國務卿 這是他在主導 他是等於一個特使 這是美國總統騙任他 去坐遊其他國家 召集來開會協商 怎麼寫究竟在和平條A 在起草都是他在弄 那為什麼可以他主導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再來看台灣關係法 這台灣關係法在1979年4月1號才定立 可是他追溯到1979年的1月1號升降 為什麼 因為1號是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所以他要趕快定立一個台灣關係法 來追溯到1月1號才不會跟邁克阿瑟的將軍那個 1號命令斷戀 而且他是美國國內法 是美國的參眾議員 在他們國會電堂裡面 他們自己擬定 自己通過 然後就進行實施在台灣 從來沒有跟我們台灣人協商 這是因為他的權利 美國是依照舊金山和平條 有權力跟義務來定立 台灣關係法 來保護台灣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法國台灣關係法 就是這幾個法源 這是美國的依據 而且美國在1982年還對台灣發布 對台六項保證 這是雷根總統發布的 這是因為1982年 美國要跟中共簽87公報之前 那時候 蔣經國的情報機構也知道 美國要跟中國簽87公報 很可能 又台灣要被出賣什麼的 因為像當初1949年 美國對華白皮書一發布 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 很快就整個 中國江山就被毛澤東佔領 因為那是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那個發布就是說 美國已經不支持蔣介石這個政權 所以國民黨軍 怕輸招贏 跑來到台灣 他們常說他們很寬 你如果是長勝將軍 你就不會逃到台灣來 所以都很多放肥 他們在 他們自己的報紙還 那時候還在內戰的時候 已經大勢已去 拜得很快 可是他們自己的黨報 還講得好像打勝仗 他說我軍轉進 撤退他不講撤退 說我軍轉進 轉個方向前進 撤退不說 他說轉進 神速 再加一個神速 我軍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聽起來很厲害 後面再加一句 共軍追趕不及 我軍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你看 打書也講得像打贏 這就是中國人 做得生蚊子遊戲 好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 我先講到這裡 阿嬤才好 繼續 謝謝 阿哥 各位好玩 各位選 下課休息 一樓的餐廳那邊 有點心可以吃 一樓餐廳那邊 有點心可以吃 高雄州 李朝松 台北州 王俊彥 台北州 李金妹 以上三位 麻煩到一樓的辦公室 找一位 林小姐 吳祺鴻先生在嗎 謝謝 感谢观看